在刚刚结束迪亚欧平堂球全明星对抗赛中,张继科分是多个角色,代言人,演唱主题曲,还是运动员,最终,亚洲队获得了胜利。 张继科容易MVP,产编观看队友表演时,张继科也常常笑得合不拢嘴,不过,在亚欧队抗赛结束后,张继科在接受央视采访时,却转博向国际拼联开炮,先来简单回复一下事情的背景。 不久前结束的2018韩国公开赛,张继科出战资格赛,两连胜后闯入正赛,按照此前的算式规则,选手们将直接对号落位,进行厮杀。 不过,赛事组委会却要求首轮对政改为抽签,抽签一次,也就算了,或许是因为抽签的结果对某些选手不利,最终进行了三次抽签,才正式敲定首轮正赛的对阵。 张继科被安排与延安守了相遇,随后,张继科退出了赛事,多家媒体的报道军表示,张继科是因为腰伤退赛的,但是谁却并非如此,在接受央视采访时,张继科坦言,我今天有必要澄清一下,退赛跟腰伤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张继科表示,自己之所以退赛,是因为对手的不断更迭,我觉得国际平联挺有意思的,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况,我的对手连续换三次。 张继科直言,国际平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,可能我不说就没人说了,我不怕他们国际平联有意见,国际平联你这样咯,那运动员才不参,才无所谓。 包括后来的奥公赛,我觉得没必要,这样参加比赛的,完全是对运动员不公平的,看来,藏扰真的不是好欺负的,终于抬口扰人了。 当然,不少网友都认为,藏扰的这一口,那是一个文尊狠,不知道国际平联是否会对此进行回应。